那印度的这位我们把它列为840 30多岁的男性 在去年的12月18日来台工作 那1月11日到医院自费裁减 那于今日确诊 841 842 843都是印尼籍男性的愚工 那年龄介于20多岁到30多岁 分别于去年12月27到12月30号来台工作 陈时中进一步指出 去年10月以来从确诊个案中 发现5株英国变异病毒株 跟1株南非变异株 因此宣布14号零时起的 相关入境检疫措施 针对本土病例案838 839活动轨迹 除了1月9号一起去过咖啡厅跟五金行 其他行程都是按839单独行动 对于部分民众质疑是否曾到过 这些地区都得裁减 指挥中心强调公布确诊足迹 用意在于提醒不是要让大家猎物 这东西是不能这样子扩大 除了伤害社会的量能 跟大家的一个恐惧之外 是没有帮助的 可能你进到一个百货公司 你可能碰到100个人 那这百个你可能接触时间是2秒钟 那个几率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低 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 这是提醒的一个作用在 每天大家对这事情疏忽了 针对发生院内感染的医院 包含外包厂商共2500人 是否要全面二次裁减 陈时中表示 这两天会先请医院 拟定全院扩大裁减计划 协请专家判断是否有其必要性 再拟定裁减人数及顺序 原事新闻 朱古嘎瓦 台北市采访报道